中華五千年 由藝便利主持 張偉國賺稿 鄭啟明 葉世雄 編導 遠郊近宮 秦昭襄王是戰國時代一位重要的君主 他一共在位56年 由公元前306年開始 到公元前251年為止 在這段期間 戰國局勢有急劇的變化 秦國由一個偏於西方的國家 逐漸發展成為控制中原各國的強國 秦昭襄王51年 即是公元前256年 秦國佔據了周天子的所在地洛陽 從此周天子明實驅妄 周朝也結束 所以有些歷史學家 例如司馬遷 就以秦昭襄王的年號 直接承繼周朝 秦昭襄王晚年 秦國已經設立了12個郡 而韓 魏 楚 和東周的舊首都 已經歸入秦國的版圖之內 因此 可以說秦國統一天下的基礎 是由秦昭襄王奠定的 秦昭襄王 是秦衛民王的兒子秦武王的弟弟 初時秦武王很喜歡發展軍事 派丞相金茂進攻韓國的重鎮二陽 準備東侵 誰知在此時 秦武王在一次和大力士孟越 比賽舉頂時斷骨死了 秦武王因為母子 所以政局大亂 引起秦武王幾個弟弟爭毀 當時 超商王的舅父毅艷 擁立超商王 不過由於超商王年紀還很小 所以就會由母親孫太后主政 舅父毅艷因為掌握兵權 所以能替超商王平定其他兄弟的叛亂 而毅艷也成為秦國的實際統治者 封為雙喉 也有人讀做楊喉或讓喉 雙喉毅艷曾先後五次出任秦相 前後一共有25年長 他任用了不少人才 例如名將百喜 曾經打敗三進和齊楚這些國家 佔據不少土地 又取得宋國商業大都市定徒 作為他的食入 毅艷又重用私人親信 由於有個姐姐孫太后做靠山 所以能夠獨攬大拳 秦超商王一早已經對毅艷不滿 不過又奈他不可 秦超商王三十六年 有一次超商王出秦 大王駕道 匯匯 大王駕道 匯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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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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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怎麼吵巡王呢? 屍生 在 你跟誰在這裡爭查? 啟稟大王, 有一個人攔著去路 不肯讓開嗎? 他是甚麼人?快帶他過來見我 領命 你幹甚麼? 快過來向大王借罪 大王? 車上那位就是巡王嗎? 我只是聽聞, 巡國有太后, 湘侯 從來都不知道巡國有王 你的意思是說, 寡人在巡國沒有人重視 其實寡人一早就應該親自執政 但是近年來, 為了討伐北方的義渠人 軍情緊急 寡人不得不疑, 凡事都向太后品名 而義渠人的事, 如今已經了結 寡人也要親自主持政務 寡人得先生提醒, 真是多謝 對了, 先生 可否到寡人宮中, 則賓主之禮呢? 多謝大王邀請, 小人又豈敢不從呢? 先生, 你貴姓名 小人叫張禄 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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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先生, 多謝你來到宮中應寡人之約 大王, 小人日間諸多無凡, 死罪死罪 先生何罪之有? 寡人見先生, 態度言語非法 一定有過人的才智 寡人希望先生多多指教 左右, 你們推下 明明 張先生, 如今這裡已經沒有其他人 可否指教寡人呢? 先生, 你真的不想指教? 大王, 小人不敢 小人是浪跡天涯的人 與大王初次見面 本來希望向大王陳述輔助君主之事 但是 主人骨肉之間, 雖然怨孝如中 未知大王內心想法 大王三文, 小人不敢對 恐怕今天說出來, 明日因此會被殺 先生為甚麼要這樣說? 秦國偏僻, 寡人不肖, 不明是理 先生如果有時賜教, 事無大小 上至太后, 下至大臣 袁先生直言, 不要懷疑 大王, 小人昔日在齊國 只知齊國有田文, 不知有齊王 來到秦國, 亦只知有太后, 雙后, 華陽君, 高陵君, 敬陽君 不知有大王 小人文說, 控制國家者稱為王 現在太后, 凡國家大事, 不用徵求大王的意見 相後出示外國, 亦不向大王報告 華陽君, 京陽君, 判決大事, 亦不理會大王 高陵君, 任用官吏, 不請示大王 那秦國, 還要不需要大王你? 寡人全靠太后, 和雙后的力量, 才可以有今天 寡人, 真是無可奈何 大王有國王之名, 無國王之權 身為國軍, 又有什麼用呢? 寡人 大王, 雙后借助秦國的威勢, 載制諸侯 雙后的使者, 派到去國國, 與國國定虐 有利則歸自己, 有和則白性怨恨國家 大王, 今天秦國官來, 上上下下, 甚至大王左右, 都是雙后的人 大王在秦國, 只是孤獨之人 小人替大王擔憂, 替大王子孫擔憂 是你先生, 那寡人應該怎麼做才對呢? 大王身為國軍, 乃權力所在 用語不容, 存在大王 雙后雖然有權勢 大王命令一落, 又誰敢抗拒呢? 請大王三思 沒錯, 寡人應該有決斷 謝謝大王採納 實不相瞞, 小人其實並非張錄 小人乃是魏國大夫衰假的蛇人 叫做凡衰 你就是凡衰? 寡人早已經聽聞先生的大命 小人得罪衰假, 被衰假陷害, 炸死逃脫 得朋友鄭安平, 黃溪兩位相救, 改名換姓來到秦國 你怎麼做的? 范先生, 寡人有幸, 能夠得到先生的指教 真是秦國先王, 忠廟有力 寡人一定會縱用先生做客卿 希望先生不要嫌棄 謝謝大王 不過, 請大王依然稱呼小人做張錄 小人希望, 有日得雪被辱之恨 關於凡衰這個名, 其中的衰字是有兩種寫法的 一種寫法就是耳目、眼目的木字邊 右邊是一個代表著了的追字 這種寫法是讀做衰 另一種寫法字形很相似的 就是耳扯的扯字邊 右邊也是代表著了的那個追字 這個字就讀做追 由於很難考究這個古代人物的名字 究竟是用哪一個字的 所以它的名字究竟是讀做衰, 還是讀做追, 都很難說 也可以說, 可以讀做犯追又可以, 犯衰又可以 既然我們剛才的劇中讀了犯衰, 我就不妨讀做犯追 好了, 秦昭襄王得到化名張錄的犯追指點 開始想辦法剷除舅父傷後毅染的勢力 在國內, 孫太后毅染和他們的親信 一向都違法地斂財 所以家財比較皇室更多 他們又窒到那些賢能之史欺上門下, 已經失敗民心 外交方面, 毅染為了鞏固自己東方的食一、陶 派重兵和陶一附近的齊國爭持 但是陶一遠離秦國, 和秦國本土又沒有直接相連 齊國當時又強大, 所以這種派重兵的做法非常浪費 而且處於被動 當時, 犯追教超傷王實行遠交近攻的政策 令到秦國的國土擴張, 又令到超傷王的地位提高 又可以削弱毅染的勢力 秦超傷王41年, 即是公元前266年 秦王罷免毅染, 將毅染和他的親信 敬陽軍、高陵軍這班人驅逐出關 而毅染帶走的財物, 竟然有千幾架馬車這麼多 接著, 秦超傷王拜犯追為相, 封為應候 張先生, 寡人已經將傷後毅染罷免 至於他的親信, 已經全部驅逐出關, 返回途入 以後秦國大權, 可以由寡人獨製 秦國政務, 就要靠張先生來指教了 大王, 這些是微臣應該做的事 得大王五嫌棄, 拜為秦相 微臣必定盡力報答大王之餘之恩 張先生何必客氣呢? 這十幾年來, 我國向東方進取 費了不少人力默力, 但是收效甚少 先生有甚麼高見? 微臣有一個遠交近功的策略 遠交近功? 是 先生, 何為遠交近功呢? 偽染當權的時候, 致力與齊國對抗 爭奪逃入鄰近的土地 但是, 齊國在最東方, 距離秦國最遠 又沒有接揚, 所以徒勞無功 我們以後對趙楚等國 可以卑辭厚禮, 勸他們與秦交好 趙楚親秦齊國自然畏懼 那自然不敢與秦作對呢? 啊, 是呀 這樣做, 的確可以小費力量, 收效大 是的, 那麼韓魏兩國又怎麼樣呢? 魏國與秦國接連 而且處於中原、中樞的地方 秦國得到魏國親父 趙、楚兩國就更加要親秦 所以大王必須與魏王和好 不過, 魏王反覆多變, 未必肯親秦 先生認為怎麼做呢? 大王要卑辭厚禮討好他 甚至可以割地被魏國結盟 啊, 如果這樣做, 魏仁仍然不肯呢? 那, 我們不妨舉兵攻佛他 嗯, 那韓又怎麼樣? 韓國是最近秦國 擋住秦人東出的路線 正如大樹幹上的稻叢一樣 人類心腹之中的疾病 秦國要有作為, 就必定要除去這個大患 唉, 韓國沒那麼容易就範 我國可以派兵斷絕韓國的交通 韓國交通一斷, 國土分為三段 不可以互相照應 那到時, 韓王對大王又怎麼敢說一個不字 啊, 好計, 好計, 哈哈哈, 先生說的真是有道理 好, 寡人, 一於依計行事 大王, 這個遠交近公之計 秦國得一串土地, 就是大王所有 得一尺土地, 也是大王所有 大王為了更快修效, 就要不惜獲金 離間各國反對的大臣 等秦國的阻力減低 一般貪利的大臣, 自然會替秦國說話 哈哈哈, 張先生的確公明, 的確公明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 秦國實行遠交近公的策略 又用重金後禮收買各國大臣親秦 和離間主張抗秦的大臣 在秦昭襄王任命犯罪做上國之後兩年 秦國開始出兵侵略韓國 佔領韓國的笑曲、野王 撤斷韓國本土和上黨郡之間的交通 又攻打魏國的懷怨、營憂 於是, 東方六國的大臣 紛紛到秦國首都咸陽活動 希望結交秦國權貴 犯罪的仇人魏國大夫衰假 也因此到了咸陽 衰假也很想結交秦相張綠 但是就不知道這個張綠 原來就是被他陷害的犯罪 我接到衰假來到咸陽的消息 我接到衰假來到咸陽的消息 他當然想來結交秦相張綠 他怎麼也想不到張綠即是我犯罪 我現在打扮成平民那樣 在賓館門口等他來 馬車上那個不是衰假? 你是不是衰假大夫? 請問你是誰? 衰大夫, 你認不認得我? 我是凡衰的 凡衰? 你還沒死嗎? 你來了秦國, 現在在做甚麼? 衰大夫, 自從我跟你從齊國回到魏國 大夫你誤會我受齊人的禮物 將魏國的秘密洩漏 大夫向魏相國魏齊報告 將我處死 幸好我能夠逃脫 來了秦國幾年 現在在秦相張綠家中做賓客 你在秦相張綠家中做賓客? 是 以前的事都是我一時誤會 希望你不要見怪 已經事隔了這麼多年 我還怎麼會記住呢? 對了, 衰大夫, 你現在去哪兒? 沒有, 我想去找一個朋友 介紹我的秦相張綠 那不用找人 我帶你去 我每天都出入張相國的府邸 是嗎? 那…那…那真是好 來吧, 讓我和你駕駛馬車 又了 好… 凡帥 張相國那個人呢? 他? 他這個人沒什麼所謂 不過最討厭人冒犯他的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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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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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大夫, 到了 前面的大門就是張相國的府邸 我們洗駕馬車進去 好 好 臭大夫, 你在這裡等下 我進去通報一聲 麻煩你 這房子這麼大, 又這麼華麗 巡商的排場確是不同 門口那裡還有這麼多守衛 喂, 你闖入相國府邸 究竟想怎樣 我想拜見張相國 我是魏大夫衰假 拜見相國 你怎麼進來 是范衰帶我進來 誰是范衰 這裡沒有人叫范衰 我現在要拘捕你受審 剛才駕駛馬車進來那個 就是范衰 那個 他就是我們的張相國 他就是張禄 什麼范衰 就是張禄 你如果想保存性命 你就替我寫一封信 去問魏國魏王 拿魏齊的頭來給我 范衰 不是, 張相國 那怎麼行 你得罪我 我等了這個機會 報仇很久了 進來 是 叫他走 領命 中華五千年 由魏便利主持 張偉國讚稿 鄭啟明、葉細雄編導 現在已經已播放完畢 中華五千年 ナ禮 雙 вес 倆